周天成再次化身影帝 让一追二不断挑战观众心跳 决胜局连追四个场点 又连金逆转完成取胜 这是2024年西班牙羽毛球大师赛 由周天成对阵新加坡新秀郑家衡 首局失利的状态 一度让人觉得周天成应该是累了 但决胜局的追分才让人逐渐清楚 熟悉的影帝回来了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赛 周天成可以说是鱼滩的老模 基本上300机以上的赛事都会参加 而新赛季的三月可谓是赛事满满当当 周天成的每战必参实在让人有理由 周天成实在太累了 也许需要为后面的重要比赛休息调整了 但第二局的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反转 去栖之后 去栖之后 到下马上 不要加速几填 好球 是 空 那边 去栖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郑家亨的反应就能感受得到 周天成这一杀球的威力 直接选择了放弃防守保护自己 周天成第二局的下半局打得非常凶猛 反应速度非常的快 在不断的提速中快速拿到引擎优势 毫无悬念地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 进入更加紧张激烈的决胜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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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杀球刚出界 这个底线球再次出界 决胜局的周天成状态仿佛下滑的严重 在四平后 基本都处于主动失误和被动 郑家亨带着气势拿到领先优势 实在是为周天成紧张起来 实在是为周天成紧张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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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